就在老两口刚刚忙定,罗车就走到了门口,什么话也没说,李大他们赶紧进了院。 打着了? 李老汉迫不及待地问着儿子,没等回答,就着急忙慌地掀开桶盖,看上一眼。 看到满桶的水,满是褶子的脸上,露出了笑容,终于不用担心,接下来吃水的问题了。 古小子,老汉我谢谢你,你这可是救了我们一家人呢,不说其他的,如果你不嫌弃的话,以后就把我们当成一家人,有事尽管说。 对,当家的说得没错。 古小子,别看我年纪大,只要古小子不嫌弃,帮着看个孩子还是可以的。 李大娘也开口,老头子说得没错,这些水确实救了他们一家。 李大伯,李大娘,说些就见外了,今天你们也帮了我不少呢,还有,我怎么可能会嫌弃呢? 这一路上都是我一个人带着孩子,能认识你们高兴还来不及呢。 放心吧,以后有什么事情啊,小子绝对不会客气的。 好,好,不说了,赶紧抱着孩子去休息吧,这么长时间了,也够你累的了。 好,那小子就不客气了,我带孩子去休息了,李老伯,你们也早点休息吧。 说完,古兰对着众人笑一笑,抱着儿子回西偏房休息。 看着古兰的背影消失,李老汉赶紧吩咐儿子把罗车在乡院内赶赶,刚才太激动了,罗车还在门口呢。 愣什么呀,赶紧把车往里赶赶,没点眼力劲。 李老汉又开始嫌弃儿子了,李大兄弟,嗯,冤死,嘿,不是您老太激动等不及非要看的吗? 但是能说什么呢?自己的老子,说什么听什么就是。 几兄弟任命地把车赶到了院子的角落,同时还不忘抓一把草料扔在骡子面前。 一切收拾好后,他们回到了老爹老娘的面前。 嗯,说说吧,水圆,圆不圆,水量如何,还有吗? 爹,您别太着急,让我们缓缓,我先给你们看个好东西。 李大说着,示意老四把收拾好的鱼端过来。 老大的这一操作,让老两口有些摸不着头脑了。 李老四献保式地把手里盆上的木盖掀开, 兄弟几个等着看爹娘脸上再次激动的模样。